第631章 无形的默契 搞砸了 但没完全搞砸 尼古拉进入时间夹缝的隐藏避难所里 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果银灯死了 他大可以直接坦白真相 反正人都死了 大家最多也就唏嘘一番 就算猜测银灯有什么计划 也无法知道真相 除非恰好能在虚境找到银灯的数师手册 否则银灯只会作为一名思想复杂的恶人 死去 他们唯一的义务 就是在森罗变成人间炼狱后 留下些知言片语 好让大家知道 原来曾经存在一个拥有四个神代的伟大国度 普通人就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但现在银灯没死 银灯不仅逃了 还摧毁了关键线索 让其他人都无法解开第三道真理链接 因此 银灯在他们眼里仍旧是杀人如麻的一栋天灾 他们既不会理解他 更不可能支持他 人是不可能跟怪物共情的 再加上经过刚才的血战 他们对银灯只会抱有厌恶 恐惧和憎恨 别说齐卡拉 格温 黑鸭 这三人 依古拉发现 就连哈维都一副阴沉脸色 死灵术师一直默默咬住手指甲 嘴里呢喃着头盖骨做成酒杯 内脏给埃利斯当零食之类的话 这也是依古拉为什么没有阻止银灯摧毁线索 既然他还没死 那他就继续以恶魔怪物的身份活着吧 继续承受憎恨 继续肆虐众生 反正对他来说 一切都是错觉 只是 依古拉看着第三道物墙上 金光闪闪的真理链接 微微皱眉 难道银灯是真的想将他们困死在这里 如果不是依古拉自己拼出最后一块拼图 那他们就没有任何机会穿过悟墙 而能离开死城的方法 只能在悟墙之后了 不过 欺诈师还有最终解决办法 跟亚修他们说一遍推倒过程就行了 现在银灯已经跟亚修彻底撕破脸了 无论他是好是坏 都跟亚修没关系了 从银灯重创亚修那一刻开始 他们就关系两清 彼此做回甲乙丙丁 就算亚修知道秘密 也不过会有些许遗憾 但随着事隔今年 他会发现 那只不过是一种无聊的错觉 但无论如何 都比困死在避难所三万年里来的好 但除非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否则依古拉都不想说出来 老实说 欺诈师并不是那种喜欢成人之美的人 相反 他更喜欢破坏别人的精密 筹划 欣赏别人气急败坏 无能狂怒的模样 是他生命里为数不多百看不腻的乐趣 有什么比让别人破防更有意思的呢 所以依古拉从未想过 像他这种混沌的欺诈师 居然有一天会帮助敌对的银灯 跟他达成无形的默契 帮他一起隐瞒这个被封印在死城里的秘密 银灯就像是一个孤独的园丁 养着一朵很美的花 只是他种在另一国度里 种在别人的花园里 银灯明明有机会将他摘走 但还是让他继续活在干净美丽的花园里 继续隔着一个国度 遥望他 明明他自己都一无所有了 真蠢 为这种蠢事动容的我 也是蠢人 我是什么变得这么愚蠢的 一鼓拉 心里叹了口气 听到旁边亚修说道 灰狐术师真的会将同胞困死在避难所里吗 因为解不开他们留下的三道题 就得在这里待到死 哪怕灰狐神代的学生再没人权 也不至于惨到这种地步吧 众人一正 纷纷意识到这个漏洞 就算灰狐术师想让后人知道真相 也不应该留下这种毫无退路的考验机制 如果灰狐神代是那种黑暗绝望的时代 倒也罢了 但根据资料显示 甚至连监狱这种基础设施都没有 也不知道他们是没有坏人 还是只有死刑 亚修本来还挺好奇灰狐神代的监狱样式 毕竟以他的丰富经验 已经有资格点评监狱的好坏了 逛了半个森罗都没发现监狱遗迹 他还对此颇为失落 灰狐术师哪怕在面临大灾变时 变得歇斯底里 也不至于残暴到连一条生路都不给后人 但我们又不是灰狐术师的同胞 齐卡拉一语道破真相 灰狐一计很多都需要公民身份才能进入 如果没有公民身份 甚至会触发安保对敌机制 对他们来说 只有灰狐公民才算是自己同胞 如果真有什么办法 也必须是有公民身份的人才能触发 耶啊 如果有个灰狐公民进来救我 就算给他当椅子 我也愿意啊 片刻后 亚修坐在兽人背上 盯着手里的超越玉卡片 只要能成功继神 那他就能借用超越玉大法生前的公民身份 这份便利已经帮他跨越了不少阻碍 他估计在这里应该也适用 祭神存在时间延迟 更何况 我这是远距离祭神 亚修沉吟道 正常时间里 快的话一秒 慢的话要三秒 如果现在时间真的拉长到一秒等于一年 那我们就得准备好在 这里生活一到三年 相比起三万年的恐怖尺度 囚禁时间缩短到三年 所有人都能接受 不仅如此 一想到突然有了三年 不会有人打扰的空闲时间 大家的心思都活泛起来 黑鸭说道 等我治好伤 我就能趁这段时间好好磨砺战斗技 这两个月一直东奔西跑 有很多心得感悟 刚好 需要时间好好沉淀 虽然这里没有什么材料 但三年时间 也足够让我好好整治一下爱丽丝 死灵术师说道 顺便可以尝试解锁 血跃失亡 亚修屁股下面的齐卡拉也兴奋说道 这么长时间 我可以将我的火术和空间派系 彻底融合 我跟你们说 我有一个绝妙的奇迹构想 通过激怒别人让别人怒火自焚 听上去是不是很厉害 现在就差一个心灵圣域帮忙 格温没说话 依古拉看向亚修 后者正端着下巴 一脸苦恼 三年啊 虽然我也想花点时间 梳理一下战斗体系 但三年也太长了吧 我成为术师都没三年呢 亚修此话一出 依古拉和哈维倒也罢了 奇卡拉 格温乃至黑鸭 都用精益的眼神 看着邪教头子 亚修先生 你不到三年 就成为圣域了 奇卡拉听得一愣一愣 一年生一级 树小奇卡拉冒昧 西斯是哪位神主的姓氏吗 还是说虚敬母亲 这个传言是真的 你就是虚敬的私生子 对了 亚修先生 你坐得舒不舒服 我可以调整后背的舒适度的 弦硬的话 请跟我说 我忽然发现 我很有当椅子的天赋 亚修忽然有点理解 见机在学院里的处境了 如果说他半年前 还是普通人 你们会不会立刻 从四柱神 压杀进改姓亚修 依古拉心理富匪 在他们聊天时 不知不觉间 接近雾墙 悄悄伸手探过去 他要确定自己 能不能穿过雾墙 如果能的话 那这就是公民身份 无效的退路 如果不能 依古拉瞳孔咒锁 他看着被雾墙 阻挡下来的手 额头留下一滴冷汗 他明明已经破解第三道 真理链接 为什么还不能穿过雾墙 难道他的推导是错误的 没有银灯摧毁的 关键线索就不行 但是 依古拉 欺诈师转过头 看见亚修走到他后面 怎么了 只是看见你靠近雾墙 就过来看看 亚修看着雾墙上的 金色符文 说道 既然银灯 都摧毁最后的线索 你就没必要继续 在上面苦恼了 而且 就算你拼凑出真相 恐怕也没用 欺诈师遗症 为什么没用 因为 真理链接 真正想让人明白的 肯定不是结局 亚修说道 如果只是结局的话 那这两百年 误入死成的人里 难道连几个 心理承受力好的人 都没有吗 总不可能因为 接受不了结局 就被硬生生 冠死在 时间囚笼里吧 是啊 这三道真理链接 只要有前人的记录 破解下来 只是时间问题 理论上 所有人都能凭 自己力量逃出死城 为什么没人活下来 所以 这个结局里 肯定还有负赠品 那个才是关键 亚修猜测到 只有接受 这份赠品的人 才能从 时间囚笼里走出去 虽然不知道 赠品是什么 但这两百年来 只有一个人 接受赠品 其余人宁愿死 都不肯接受 显然我们应该是后者 伊古拉用尽力气 才压制住 自己表情的变化 尽量 若无其事地敷衍压修 原来如此 怪不得死城 没人走出去 怪不得 赢灯要毁灭 关键情报 因为结局不重要 重要的是 结局所折射出来的 就是手段 蔑氏 只有 心甘情愿 接受这个任务 甚至将其视为 人生理想的人 才能走出 避难所 因为他放弃避难 选择了赢那儿上 这可不是什么 中二少年的抑郁 又或者午睡时的 胡思乱想 而是要打从心底里 认可这个想法 并且从今以后 都要为 这个目标奋斗 两百多年来 没人能接受这个任务 实在太正常了 恶者无力肩负这种责任 强者无法接受 这种人生 如果是统治世界 这种损人利己的寒 好说 但毁灭世界 完全是燃烧自己 烫伤别人 对自己一点好处 都没有 还要牺牲自己的一生 银灯能接受 只能证明他是个疯子 他已经疯了 伊古拉不知道 银灯上一次 是什么时候进入死城 但毫无疑问 他是唯一一个 通过灰狐术师考验的后人 也是从那时开始 他就已经走在 灭世银灯的道路上 恍惚之间 他仿佛能看见那一幕 一个年轻的圣殿修女 爬出深坑里的死城 此时天还没亮 夜幕如墨 左命角律 紧紧缠着他的脖子 却不能污染 他分毫 他被地上的石块摔倒 但很快就再次站起来 他整个人沐浴在黑暗里 但双眼比全森罗人 都要明亮 都要深邃 这份两百年一遇的意志 因为违心森罗的机制 甚至能隐隐 影响他的现实 他除了天赋卓越 还会有许多奇遇 哪怕不出门 也会有人主动 给他送来助力 对付他的人 都会遭遇挫折 他对付的人 都会倒霉降制 他不会吝惜杀人 因为他的命 比所有人的命都要重要 为了保护自己 他会产出所有危险 反正这本来就是他的任务 他掀起 战争 叛离教派 做好准备 就开始执行 心里那个疯狂残暴的计划 想到这里 伊古拉对自己 不能穿过雾墙 十分庆幸 如果他能穿过雾墙 就意味着 他也要接受这个任务 还是跟亚修讨论 这三年怎么过吧 当伊古拉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看见黑鸭 慢慢走到雾墙前 欺诈师有些奇怪 因为黑鸭不识字的原因 他 甚至连情报搜索工作 都没参加 只能负责外围警备 黑鸭 似乎有些迟疑 但还是朝着雾墙伸出手 然后 他的手穿了过去 第632章 临时沙漏 说起来 塔玛西尼 为什么能被避难所 万花镜 这些幻想造物 影响 教堂废墟栏门外 亚修很是困惑 但大多数不会造成 物理现象的精神类奇迹 又不会对你有效 现在就连真理雾墙 这种结结奇迹 对你来说 居然也形同虚设 就在刚才 黑鸭在众目睽睽下 穿过了雾墙 将物墙后面的道具拿出来 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骂了 你能作弊你早说啊 难道我们会 看不起作弊狗吗 我们只会抱大腿啊 黑鸭也有些不好意思 我其实最开始 就没触发过 真理链接 只是我本来就没 没什么文化 所以也没多想 而且你们又有 破解真理链接的办法 直到刚才我才想起来 既然我没触发过 真理链接 那物墙是不是对我也没用 没想到一碰就穿过去了 塔玛西亚杀镜 作为虚境绝缘体 哪怕天才横溢 但始终不能成为术师 也不会被大多数树林影响 以至于他连治疗 都只能自己手动 这一点连奇卡拉都知道 只是没人想到 黑鸭这个无视树林影响的特性 居然会在这种地方发挥奇效 所以亚修才会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黑鸭有时候会被影响 有时候又不会呢 因为幻想程度 伊古拉猜测到 避难所 万花镜 这种造物 已经属于维新产物 树林在里面 恐怕只是单当氛围组 根本不可能产生多大作用 越离谱的幻想造物 黑鸭越无法抵抗 越是接近现实系的奇迹 对黑鸭就基本无效 关于塔玛西的特性 大家也只能猜测 无法确证 毕竟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 还关乎他与森罗的世界交互 相比起来 大家更关注 他从雾墙后面带出来的东西 其实他什么都没带出来 只是手背多了一个 微微发亮的沙漏图标 据他说 雾墙后面有一个巨大的沙漏 他看到后 就感觉手背一热 然后就多了这个图案 而亚修等人在看到黑鸭的沙漏后 居然也手背一热 各自多了个沙漏纹身 从这一点上 大家就意识到 这绝对是超幻想造物 只要看见 就会复制传播的特性 一般来说 都只会应用于战斗 场合 譬如作为疾病 诅咒等负面简易的辅助手段 将这种特性应用到一般道具上 也就是维心森罗 才能这么铺张浪费 在获得沙漏图案后 他们也得到 用次数11 效果 启动后 身体时间停止流逝 灵魂沉寂 直到12小时后 才会苏醒 沙漏发动时 自身免疫一切伤害 沙漏落尽后 接下来600秒 将免疫一切外界影响 且 灵体清除一切负面状态 恢复绝对健康 亚修跟伊古拉 哈维两人对视眼 眼里惊喜莫名 这个道具 不仅意味着 他们能脱离死城的 时间囚笼 除了苏醒后600秒内 免疫一切外界影响 光是沉睡12小时 就能让他们逃离死城的夜晚 更重要是 灵体清除 一切负面状态 恢复绝对健康 受损的灵魂 和残躯的躯体 都能彻底恢复 怪不得 灰狐术师的传奇率这么高 他们就算在虚境里溺亡 被斩鱼龙吃掉 被阴魂军团碾死 也能使用这类维星造物 迅速恢复灵魂伤势 每晚都进虚境打卡上班 拒绝虚境的恶意调休 对啊 他们既然能无限制 创造维星造物 那肯定会优先制造 能辅助他们修炼学习的工具 灰狐术师又不是脑缺脑 无论他们有什么信仰和理想 都知道自身实力越高 就越容易接近目标 而他们也明白 他们的维星造物 只能在现实里生效 虚境可不会认可 他们瞎几把乱造的 私服道具 因此 灰狐术师的正确做法 就是用维星造物 来抵消自己在 虚境里的劣势 以及天赋上的缺憾 所以才会有让人 强行领悟知识点的 真理链接 以及可以修复灵魂伤势的 避难所临时沙漏 也就是亚修他们 来晚了两百多年 要是能来到 全盛时期的灰狐神代 说不定会看见 风花雪月 同调静尼桑拿士 流金河游泳馆 斩鱼龙伯机馆等 辅助术师 探索虚境的幻想设施 普通人想学什么术法派系 根本不用怕自己没有天赋 看真理链接 强行入门就行 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那是一个术师的盛世 知道更多内情的一股辣 对此感触更深 跟森罗对比 血月极主对血月的干涉是最少的 所以 血月国度的发展水平 也是最差 全知之主派了神灵干涉福音 但也因此 整个国度文明偶读 建立在福音系统之上 一旦破坏这个系统 全国都要崩溃倒退 森罗战主将森罗彻底改造 甚至自身都成为森罗泡影的梦主 森罗因此爆发出数个盛世 发展水平恐怕是所有国度里第一 但当森罗战主出现问题 整个国度都要因此陪葬 或许神主不爱世人 但面对文明这场考试 他们都认真作答了 不过对于亚修他们来说 临时沙漏得幻想治疗效果 意味着他们就算没杀死鹰灯 也能解除血肿诅咒 经历近两个月的漫长追逐 他们总算是达成了一半目标 除了临时沙漏完 顾墙后面还有什么 伊古拉问道 黑鸭摇摇头 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巨大的沙漏 而且我已经试过许多办法 用尽力气也没法将沙漏取下来 不过他顿了顿 沙漏旁边浮现了几行字 什么字 亚修刚问出口就立刻反应过来 你能将这些字墨写出来吗 黑鸭陷入沉默 虽然大家看不见他的表情 但都能想象出他面具下的难堪 他蹲下来 在地板写写画画 伊古拉过去一看 只看见一个歪歪扭扭的怪异符号 与所有文字都无法对应 他心有所感 问道 在你眼里 是不是所有文字都在蠕动爬行 黑鸭轻轻点了点头 怪不得 伊古拉早就奇怪 黑鸭这种战斗天才会不识字 压杀进教派又不是没有基础教育 而黑鸭的战斗才能足以证明他智力极高 识字这种事对他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 哪怕不认识复杂文字 但基础数字总认的吧 但他就连数字都看不懂 原来黑鸭不识字不是外部原因 而是因为他有严重阅读障碍 伊古拉以前曾经浏览过相关病症 据说有这种病的人可以理解简单图案 但任何具有信息量的文字都无法阅读 对他们来说 文字并不是能随便辨认的死物 而是会爬动的活物 那些患病者也受到虚禁厌恶 伊古拉不得而知 毕竟除非天赋高到 不是术师都没天理的程度 否则一个具有阅读障碍的残疾人 没成为术师 大家都不会感到奇怪 至于黑鸭是不是真的被虚禁厌恶 其实大家都不清楚 或许术师们只是想给黑鸭的异常找个理由 毕竟自己总不能只是被一个普通人碾压了吧 尤其是那些被黑鸭暴打过的术师 他们怎么可能接受自己输在凡人手里 所以就会出现虚禁绝缘体 压杀禁狂徒的传闻 伊古拉甚至怀疑 最初的塔玛西只是因为阅读障碍而没法 谨升术师的普通人 但随着传闻广播 他才慢慢拥有免疫树林等效果 真的成为绝缘体 在维心森罗的世界里 民众与恶棍对他的神圣化或者妖魔化 足以成为他的力量之源 但这样一来 他们就没法得知物强后面的流言 除非等亚修获得公民身份进去查看 然而不仅是亚修 他们也未必肯在这里憋三年啊 不过 还是要先测试一下零食杀漏的效果 一向谨慎小心的伊古拉 自然不会完全相信这个幻想造物 便看向队伍里的外人 格温和齐卡拉 寿人老哥挠挠头 既然他都华贵了 自然也做好干脏苦累活的准备 然而格温却举起手 我来第一个测试吧 好 得到允许 格温便按了一下手背的沙漏图案 然而什么事都没发生 直到伊古拉在他面前挥了挥手 才知道他的沙漏已经生效 心灵术师仔细检查 发现格温虽然睁着眼睛 但脑海里没有任何思维波动 灵魂彻底沉寂 然后他让黑鸭试试 发现连灰狐 利刃都无法伤害格温分毫 而且无法掰动格温一根手指头 格温就像是硬生生镶嵌在时间里 不受任何外界影响 伊古拉将他横过来放在地上 说道 基本上跟介绍的没有区别 进入沙漏倒计时候 虽然变得无知无觉 但也绝对安全 哪怕银灯也无法伤害我们 也就是说 我们随时都能脱离死城 但难得有一个完全不受外界干扰 而且独立于正常时间流逝的环境 伊古拉环视众人 你们应该也想趁这个机会 好好修炼一下吧 大家纷纷点头 特别是黑鸭 已经将拳头摁得啪啪响 唯有亚修一下子脸色搭拉下来 那个 我好像有点困了 不如 亚修 你之前不是说 跟我学战斗气境和心法吗 黑鸭抓住亚修的手臂 之前一直没机会 我今晚就将毕生决意传授给你 如果我说那是客套话 我会挨揍吗 会 好吧 你打算怎么教我 该不会是先开始基础身体训练吧 不用 你身体底子不错 我们可以 直接进入实战训练 实战训练 也就是说 你要挨揍 第633章 离开森罗 死成脸 众人以教堂废墟为中心 各自训练 伊古拉将格温放在附近高台上 通过他观察临时沙漏 会不会有其他影响 然后他呼出自己的树林 轻轻磨藏 逗弄 抚摸他们 还拿出金币银币进行喂养 树林关系 一向是比较暧昧的学科 说有用吧 但树林哪怕在讨厌你 只要你肯消耗树林 他还是不得不屈服为你服务 说没用吧 如果遇到了树林耗尽之类的情况 你跟树林关系好 说不定他愿意自掏腰包 触发树林共鸣来帮你 不过树师们 基本倾向于跟树林搞好关系 因为大多数时候 树林都会陪伴树师几年 乃至几十年 就算没刻意讨好 这么长的时间相处 也足以让树林 对你产生信任关系 而伊古拉 因为碎湖监狱的经历 屡次从树林共鸣受益 所以他对这方面尤其上心 而且就算是他 也不可能整天都戴着面具 唯有在面对 懵懵懂懂的树林时 他才能完全卸下心房 跟树林玩耍和泡澡 是他为二的压力宣泄渠道 毕竟亚修可以找他倾诉心理压力 但欺诈师却没有可以分摊压力的人 或许有 但伊古拉从不会向任何人 暴露自己的软肋 这是他无法忍受的软弱 啦啦啦啦啦 欺诈师跟树林嬉戏时 露出的轻松笑言 别说哈维 就连亚修都没见过 唯有旁边凝质在时间里的隔温 能默默欣赏 这不为人知的一幕 哄 听到爆炸声 伊古拉看向西边 是寿人齐卡拉 在研究他的火术奇迹 东面 哈维找了个地下室 说是趁现在有时间 给爱丽丝进行全面化的细致改造 至于为什么是地下室 伊古拉本以为是氛围之类的原因 结果死灵术师说 那是为了防止失业见的 到处都是 一想到 曾经跟哈维进行过多次公寓 伊古拉都觉得自己身上 有一股失臭味 北面 亚修和黑鸭正在战斗 黑鸭虽然说 要将毕生所学交给亚修 但经过亚修多次劝导 黑鸭终于放弃这个可怕的念头 正如黑鸭自己所说 我如此困难才能达成的效果 你们轻而易举就能做到 而且做得更好 因此 亚修根本没必要学那些复杂技法 他真正要从黑鸭里补习的 是战斗意识 伊古拉的修炼 不需要动来动去 他继续完善自己的 观想重叠 三意树灵 主动效果 改变目标一瞬的心意 目标越是专注 情况越是危急 越容易生效 被动效果 树狮自身的意志 会越加坚定 更难变心 你的错误 在于以为自己还有机会犯错 变心树灵外表 是穿着白色燕尾服的中性美人 看上去像是婚礼上的新郎 其实这个树灵 他早在福音国度里就得到了 也曾经用来 让敌人自己打自己 但 总体上是闲置状态 因为这个树灵 无法穿透圣域 对于圣域以下 伊古拉直接用杀伤奇迹就够了 而且他更多时候都不用动手 放哈维和亚修去咬人就行 对于圣域术师 变心无法穿透圣域 那就等于无效 不过在看到银灯那一系列乱战奇迹后 欺诈师隐隐有些灵感 或许这个树灵并不是用来进攻 而是用作防御 过了12个小时 格温没有醒来 伊古拉对临时杀落的效果 再无怀疑 他从空间卡片里 拿出一件外套 披在格温身上 继续钻研奇迹 第15天 社交牛逼症的奇卡拉 跟其他人聊光了话题 奇迹里又没什么进步 树立还耗光 实在受不了了 触发临时杀落进入沉睡 第32天 哈维从地下室里走出来 树立完全耗尽 他将棺材搬出来 跟爱丽丝挤在一起 并且合上棺材盖 还警告伊古拉别坐上面 第68天 黑压已经将这些日子的所见所得 融会贯通 并且又创造出新的技法 亚修和伊古拉都很惊奇 一般来说 这种总结创造 不是应该按年算的吗 但根据黑压自己说 排除他过去追捕厄压 和锻炼身体耗费的时间 他其实钻研战斗技艺不到三年 平均每个月 就创造一个特殊技法 这次花了两个月 已经是因为要调教亚修 以及这段时间 确实获益良多的好好沉淀 而亚修有黑压陪练 不仅战斗意识突飞猛进 还彻底掌握自己 那套以兴建为核心的 远程攻击体系 黑压还花了三天时间 逛遍死城 实在是找不到逃脱的银灯 才触发临时沙漏沉睡 不过他睡过去之前 还整个人蜷缩团起来 并且用手 按着黑压面具 显然是防备亚修和伊古拉 在他睡过去后 揭开他的面具 第95天 伊古拉找到仍在修炼的亚修 怪不得其他人会硬生生活死 伊古拉说道 我们的身体 是跟随正常时间流逝 我们被拉进来的时候 精神充沛 所以到现在 也仍然感觉不到困倦 毕竟我们现实里 连一秒钟都没过去 怎么会困呢 但不消耗身体 不意味着不消耗灵魂 我们的灵魂 一直保持高强度的耗损 却又没有任何恢复 活死几乎成了必然 如果我们真的在这里 待三年 恐怕会大幅折损寿命 精通时间派系的亚修 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 所有活动都会产生流金河水 衰老是流金河水 对灵体的腐蚀 避难所 只是阻止流金河水 腐蚀身体 但灵魂的腐蚀 无可避免 我已经解决 我在这里 能解决的问题 想要再进一步 得恢复树立后 才能测试 欺诈师问道 你还要继续修炼吗 嗯 亚修谈了一下 口蜜附件 我感觉我还有进步的空间 你之前可没这么勤奋 这不是被塔玛西激励了吗 他都这么卖力教导我 哪怕是为了打得过他 我也得好好努力 亚修笑道 反倒是你 能不能别欺负他了 欺负谁 证据呢 你别诬陷我 亚修忽然对欺诈师一指 星剑在后者脑袋 编织出一顶头盔 似的暖黄色结界 这便是亚修这几十天的成果 剑体壁垒铠甲 伊古拉一愣 给我戴头盔干嘛 然后他看见亚修 从空间卡片 拿出野外主食用的平底锅 反问是吧 证据是吧 诬陷是吧 亚修每问一句 就用平底锅重重拍他一下 锅底跟头盔 打得啪啪响 伊古拉躲都躲不开 他只是后排输出的欺诈师 怎么可能避开 被黑鸭操练过的邪教头子 行吧 伊古拉无奈答应一句 我以后不找他麻烦了 其实就算亚修不说 伊古拉也不会继续蛊惑黑鸭 一来 他们在死城里生死与共 再加上黑鸭 有复制零食杀漏图案的功劳 欺诈师成他的情 二来 连森罗战主 选择神代大法 这个秘密都没能击垮塔玛西 伊古拉感觉他已经无法通过寻常手段 摧毁这只黑鸭了 那你给他进行心理治疗 亚修得寸进尺 就像你这些天不断诱导他 堕落一样 你要将他诱导回正途 我可不会殉鸟 伊古拉说道 乌鸦有心理问题 你让他多吃点尸体不就得了 看见亚修又提起平底锅 伊古拉翻了个白眼 你以为我在敷衍你吗 塔玛西本来就心思坚定 说不定现在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那时候会心房失手 也只是因为一时间知道太多情报 你让他多杀点坏人 他自然会重新从杀戮里 找回自己的人生意义 亚修心想 也对 便收起平底锅 那 晚安 伊古拉看了他一眼 早点睡吧 晚安 等伊古拉也躺下去 亚修便在他们沉睡的高台上修炼 第96天 亚修在修炼剑术 第97天 亚修在屋顶跑酷 训练敏捷 第98天 亚修找了一栋大楼 将他们找到的所有情报记录 都刻在大楼外墙 虽然缺失了关键情报 但至少能为后来人省一点功夫 第99天 亚修坐在高台边缘 眺望着整座死城 夜幕如墨 万类俱寂 仿佛天地之间 只剩下他一人 他坐了足足六个小时 才拍拍屁股起来 走到伊古拉旁边 说起来 他们的睡姿 也正是千奇百怪 黑鸭是团起身子 哈维挤在棺材里 齐卡拉成大字形 只有格温和伊古拉 还算正常 亚修轻轻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常常呼出一口气 右手碰一下 左手手背的沙漏图案 身体彻底不动 一秒 两秒 十五秒 一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十分钟的时候 亚修忽然展开双翼 飞起来 快速巡视周围的所有建筑 转了一圈后 他才回到高台上 躺下来伸了个懒腰 发了一会呆 他忽然抽出口蜜附件 插在自己手边 然后启动零食 沙漏 零体陷入沉寂 半小时后 灰色小心翼翼地爬上高塔 探出脑袋观察情况 哪怕 知道所有人都不会因为外力醒来 但他还是捏手捏脚 爬到亚修旁边 他认真地端向亚修的睡颜 这好像 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整个人 原来嘴唇有点薄 鼻子有点挺 眼睫毛有点长 眉毛还没修过 其实也只是个普通人 真是奇怪 他明明只是个普通人 为什么 他看向亚修手边的口蜜附件 伸手触碰剑柄 旋即像触电一样收回去 虽然他右手伤势已经愈合 但碰到这柄剑的时候 黑鸭的声音 再次在他脑海响起 让他的手隐隐作痛 你不配 威瑟站起来找到黑鸭 哪怕知道没有意义 还是对着他的头 狠狠踩了几脚 然后他回去躺在亚修旁边 侧着身子 盯着这个熟睡的男人 其实我学过 做啦啦肥美食 威瑟轻声说道 你喜欢的游戏 我研究过 你喜欢的女人 我揣摩过 你感兴趣的一切 我都尝试过 我其实感觉我们还有机会 但我比谁都清楚 我们没有未来 他坐起来仰头 看着无光的夜幕 不该是这样的 威瑟说道 但也只能这样了 他抬起手 握紧旁边的口蜜附件剑柄 他之所以执着于这柄剑 只是想带走做个纪念 又或者想从上面残留的体温 祈求不存在的陪伴 但手掌那不存在的隐痛 仍旧强烈地向他述说一个事实 可能是我不配吧 威瑟深吸一口气 松开手 昂起下巴抬起头 有什么了不起 反正都是错觉 他俯下身 亲吻亚修的额头 一滴晶莹 从眼角低落 凝至于时间之中 晚安 当阳光钻进眼缝 亚修的第一反应是 下雨了 他坐起来伸手擦了擦 有点湿的脸颊 然后立刻握紧长剑 展开双翼飞起来 不仅仅是他 其他醒过来的术师 也立刻展翼高飞 就连黑鸭也跳起来 盼着亚修后背 早在沉睡之前 他们就讨论过 四柱神教 四柱神教的营地 就在死城外面呢 十二个小时后 应该是天亮了 如果运气好 四柱神教天一亮 就找到他们 那他们醒来就能凭借 零石沙漏 长达十分钟的无敌时间 让四柱神教好好体验一下 什么叫起床气 如果运气不好 四柱神教没找到他们 那他们就要趁无敌时间 还在 直接杀穿四柱神教的营地 然而当他们飞起来 跳往四柱神教的营地方向 却只看见一个燃烧的营地 哈维凝视营地五秒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侦查奇迹 说道 那里活人没有 尸体倒是有不少 众人默默无言 大家都知道这是谁的杰作 伊古拉 哈维 亚修忽然问道 你们感觉如何 两人一正 玄机意识到 他在问什么 仔细感应后说道 血肿诅咒已经没了 我也一样 那就好 亚修松了口气 那还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只剩下 我半处绝的身份了 既然这样 我们想办法离开森罗吧 第634章 剑与龙共舞 上 繁星国度 剑花大学 随着夜幕披挂 群星闪烁 学校大操场里 张灯结彩 碎钻流光 繁花缤纷 主舞台上一位蒙面歌姬 在倾情演唱 音术师辅助配乐 中间空地 是星光蔓逸的舞池 周围 变成露天酒咖 和自助餐桌 盛装打扮的学生们 带着假面穿梭其中 或跳舞 或交谈 或嬉戏 或狂吃 元气活泼的青春气息 随着流动 音符进满整个学校 7月和8月 是个高校的自习暑假 同时也是各种 校级娱乐活动的举办期 轨迹大学的 梦幻下乡狂乱记 方舟大学的 新红剧场 真理大学的 大论战 幻音大学的 校园歌王等等 能让学生们 好好放松的活动 都集中在这两个月里 其中最为令人期待的 莫过于 剑花大学的 剑与龙共舞 假面舞会 这些活动 全都是面向 所有大学生 开放的跨校活动 而剑花大学 又是出了名学生 颜值冠绝佳乐视 家庭背景 非复极贵 校内恋爱 氛围浓重 因此 每年假面舞会 都有无数外校学生 涌入剑花大学 看有没有机会 翻开自己 青春恋爱物语的新一页 就连真理大学的 学生也不例外 事实上 真理大学 与 剑花大学的 跨校恋爱情侣比例 远比真理大学 内部消化得要高 虽然也有不少学生 立志 我要做题不谈恋爱 但七八月 没有课程催促 难免会让学生懈怠 而假面舞会临近 会直接让全家乐视 大学生的发情率高涨 哪怕 你是能一不小心 做几张数学卷的狠人 也很容易跟着春心萌动 许多家风严格且 一心一意 钻研术法的真理学生 就因为来了一趟假面舞会 狐狸糊涂 被外校人 玩动于鼓掌之中 狐狸糊涂 私定终身 不论男女 据完全不可靠的数据统计 每年假面舞会 匹配成功的情侣数量 高达四位数 哪怕其中 七十趴在一个月内 就会散火 但也足以让 莫爱怀春的少年少女们 期待不已 不过 哪怕剑花学生 早就预料到 假面舞会的火爆程度 但还是没想到 今晚会有这么多人 仿佛半个 家乐视的大学生 都挤进来了 至于今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怎么这么多红头发的 舞池外面 一个 带着假面地狼庄青年 都猛逼了 在他面前 等各种分别 还有短发中发 碎发麻尾 等各种差异 但这红发女生的数量 也太多了吧 小哥 这很正常的啦 吧台里 一名女调酒师 正在用花里胡哨的姿势 调酒 嬉笑道 当年 存周错任 一播出 你在家乐视出门 见到的十个年轻女生 至少有八个 都做了跟戴达罗斯一样的发型 现在红发见机 在流星节里大发一彩 大家跟风 染个红发有什么出奇 狼庄青年看过去 发现女调酒师 居然也挑染了一缕红发 无奈接过鸡尾酒 但现在这么多红发少女 就算见机小姐 出现在我眼前 我也分不出来啊 一一 她尝了一口鸡尾酒 就感觉酸涩的要死 想骂人 但看调酒师 挺可爱漂亮 还是忍住这口怒气 说道 我要的是假日风暴 你这个是什么啊 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女调酒师 拿出一个笔记本看 我看看啊 怪不得 原来是我记错了 不小心将苦醋加进去 我这就看着笔记本 给你调一杯正确的 是临时拉过来兼职的 女调酒师嘟囔道 谁叫我期末烤梅过呢 狼庄青年眨眨眼睛 忽然觉得 这个调酒师 也挺可爱的 双颊肉乎乎红彤彤 像是红苹果 完美命中她的 好球去 于是她咳嗽一声 用充满雌性的声音说道 那可爱的小姐 我等一下可以邀请你 跳一支舞吗 谢谢 调酒师脆声声地说道 但不可以哦 我有未婚夫的 有 未婚夫就不能跳舞吗 只是享受一下 跳舞的乐趣嘛 为什么非要跟异性跳呢 调酒师嘻嘻笑道 而且 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我未婚夫的类型 为什么我喜欢的女孩 都名话有主啊 狼庄青年养天长叹 如果是我追求失败就算了 为什么一个个 都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难道我注定就是那种 勾引有父之父的类型吗 我还有两个单身的摄友 也长得很漂亮 虽然比不上我 等下他们过来 我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不要 狼庄青年坚决拒绝 我不喜欢这种介绍 兴致太强的相遇 我追求的是那种 不经意间的心动 调酒师一语道破 但你不是冲着 红发剑机来的吗 是啊 我看刘兴杰决赛的时候 被剑机坚强不屈的姿态 打动了 狼庄青年 转头看着大操场 我还想着 能不能在假面舞会里 偶遇他 然后凭借魅力 获取他的芳心 再不计 也先跟他成为朋友 但这谁认得出来啊 就连在舞台上唱歌的 都是红头发的 我还以为你 只是来玩的 调酒师用异样的目光 看着狼庄青年 你这身野性装扮 居然不是用来 取消自己的择偶权吗 我听说剑机喜欢的人 不是剑花学生 心想他可能不喜欢 剑花大学奢靡华丽的风格 所以特意打扮成狼人剑士 狼庄青年端着下巴 故作深沉地说道 你看我的眼里 是不是藏着狮子 他还没放弃勾搭 调酒师呢 老实说 我觉得你挺可爱的 调酒师一边擦杯子 一边憋着笑 像一只毛茸茸的大狗 剑机说不定会喜欢 放弃吧 吧台旁边 另外一个戴着金色面具的青年说道 你不知道前几天 勒鲁石向剑机表白了吗 勒鲁石 勒鲁石瓦鲁多 狼庄青年惊讶到 虚心伯爵的长子 真理大学 仅次于地迷的剑术天才 但敬畏贵族里 被誉为繁星舞猪的五位公爵 虽然是毫无疑问的贵族顶端 但并非没有人可以接近他们的地位 近年来有五位 趁着技术革命崛起的伯爵 被称为小舞柱 来形容他们的权势 隐隐能跟舞柱抗衡 其中虚心伯爵瓦鲁多 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家族麾下 有五大虚拟游戏商会 在全国游戏市场份额 占到了80% 而且还不断扩张招聘人才 几乎每个年轻人 都会玩过他们家的游戏 无论是社会影响力 提供人才岗位数量 年收入各方面 虚心伯爵都不逊色老牌公爵 虚心游戏 已经成为无数年轻人的童年 乐鲁石 作为虚心伯爵的长子 家世自不必提 偏偏还是剑术天才 在真理大学三年级 就二亿完满 以前 还被视为地迷的竞争对手 当然现在已经没人这么说了 但无论如何 乐鲁石都是最高级别的贵公子 如果他公开追求红发剑姬 那其他人基本都只能黯然退场了 乐鲁石跟剑姬告白的消息 已经是这些天最火热的话题 你居然不知道 金面俱笑道 他可不是跟剑姬悄悄告白 而是在剑术俱乐部里 搞了一场盛大演出 玫瑰铺地 烟花遮天 对了 乐鲁石也是在剑术俱乐部里 认识剑姬 在暑假期间 战斗术师往往不会闭门造车 而是参加各种俱乐部 进行竞技切磋 级别低一点的俱乐部 可能就是几个学生租了一间课室 而级别高的俱乐部 基本都是教授牵头组建 连剑姬和乐鲁石都参加的俱乐部 那必然最高级别的剑术俱乐部 甚至连名字都不需要取 只有弱者 才会以我是某某俱乐部的成员 我跟某某是同一个俱乐部为荣 对于他们这些天才术师来说 俱乐部不过是一个切磋 训练的普通地方 我不知道啊 我前半个月 被老头子带去最东边的乡村里 还说让我长长见识 结果我就为了半个月蚊子 我昨天才回来 加勒士发生什么事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狼庄青年哀嚎道 剑姬该不会答应了吧 剑姬 我的剑姬 那倒没有 还好 但乐鲁石又说 我知道你心有所属 但我们就算当不了情侣 也可以当朋友 我不是你的第一个好朋友 但我希望 我能成为你最重要 最能帮助你的一位 剑术之路漫长 估计 我们可以互相竞争 互相交流 虽然我现在实力不如地迷 但我很快就会追上来的 这小子根本就没按好心 打算用普通交往的名义 来慢慢勾引剑姬姬 狼庄青年 义愤填膺 这话术 这手段 一看就是花丛老手 剑姬应该跟她当场绝交才对 剑姬怎么回答 调酒师挑了挑没 刚才是谁说 如果追求剑姬不成 就先当朋友的 剑姬的回答吗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耳熟 嗯 她说 如果我需要竞争对手 雷欧妮学姐和特罗赞姐姐 都能给我足够压力 我为什么非要跟异性交往呢 勒鲁石 我不是嫌弃你不是圣誉 事实上 无论是谁 哪怕是地迷跟我提出私下交往要求 我也不会答应的 你不用妄自菲薄 说到这里 金面具叹了口气 他们两个表白就表白 拒绝就拒绝 为什么还要将地迷拉出来打呢 好 狼庄青年拍桌叫好 不愧是剑姬 一眼就识破勒鲁石这个 小人的阴谋 回答得礼貌得体 哎等等 这番话 确实有点耳熟 她转过头看向调酒师 跟你刚才拒绝我的话 好像啊 调酒师眨眨眼睛 这说明我跟剑姬一样 会演诗人 而且 你难道没调查过剑姬的性格吗 金面具又说到 她最心于剑术修炼 除了演戏和唱片等工作外 其他社交活动 一律都不参加 据说有不少贵族宴会 都邀请过她出席 结果她全部拒绝了 像假面舞会这种 浪费时间的社交场合 她怎么可能出现 说不定现在已经去探索虚境了 没调查过呀 狼庄青年挠挠头 我以为只要足够真诚 就能打动别人 果然跟传闻一样 金面具笑道 蓝世勒 你是一位赤诚之子 看你说得这么好听 我就当你不是说我笨了 等等 狼庄青年忽然反应过来 我没说过我叫什么吧 你是谁 我的崇拜者 还是 爱慕者 这半个月里 只有你父亲去过东部调研 金面具耸耸肩 我只是凑巧 知道这件事才猜出来的 狼庄青年 咿了一声 你居然关注 我家老头子 好变态哦 你该不会是预言术师吧 不然乐鲁师跟剑姬表白这件事 你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金面具 因为我就在现场围观啊 我 证明 调酒师嬉笑道 我就是那些铺地的玫瑰 狼庄青年 喝了一口刚调的鸡尾酒 虽然也不怎么好喝 但他忍了 眼前是形形色色 互相狩猎的五持男女 耳中 是温柔眷勇的歌声 他沉思许久 转过头向他们问道 怎么才能让剑姬喜欢我呢 调酒师认真反问道 如果我知道答案 可以卖出什么价钱 金面具想了想 大概是跟四亿树林 等值的财产吧 这么多 调酒师 看向狼庄青年 你能不能先付一下定金 我不是开玩笑 狼庄青年认真说道 好歹给我一个努力方向吧 至少 你表白时不要铺玫瑰 调酒师说道 根据小道消息 剑姬喜欢的是郁金香 还有 他喜欢的 应该是剑术师 金面具说道 蓝师乐 你好像不是主修剑术派系吧 狼庄青年说道 又不是找工作 谈恋爱 怎么会有数法限制 我不服 有没有剑姬心上人的消息 我想知道他 到底喜欢什么类型 金面具笑道 剑姬喜欢的人 是谁 这个问题恐怕会成为 无数人大学时光里的未解之谜 我觉得 实力哪怕不是决定因素 也是重要因素 调酒师终于认真给出建议 毕竟剑姬以后 肯定会冲击传奇境界 那么他的伴侣 至少应该能跟上他的步伐 冲击传奇 他也配 众人转过头 看见有两人路过吧台 身材高大的男人戴着 黑虎面具 娇小玲珑的女人戴着蝴蝶面具 说话者 正是蝴蝶面具 金面具 似笑非笑 你好像在质疑半年圣域的含金量 就是因为 他半年圣域 蝴蝶面具毫不客气地说道 战斗经验 术法积累 他全都没有 只不过是空有等级的花瓶罢了 他能靠作弊攀登到摇比空域 难道还能走上红宝石山 第635章 剑与龙共舞 下 这些日子里 哪怕索尼亚在低调 但关于他的谣言蜚语 依旧不可避免的发酵扩散 转生说 遗产说 天父说 各种假设层出不穷 唯独没人认为索尼亚是正常 修炼到圣域 半年啊 哪怕是天才术师 半年内 也未必能修炼出白银权益 虽然不能直接动手 但繁星的预言术师 真理术师 命运术师 几乎都试图找出索尼亚隐藏的秘密 不仅如此 在规则范围内的合理试探 也从来没停过 知识之海 可以靠漩涡 时间 大陆可以靠移动奇迹 但遥比空域 恐怕一个泡影都无法破茧 永远只不在摇笔空域 调酒师擦着酒杯 嘟囔道 在剑花大学辱骂我们 剑花 实力不知道 但礼貌事肯定没有 蝴蝶面具目光一寒 手指朝着调酒师随手一划 空气随之流动 他甚至没有动用树里 只是凭借些许树林共鸣 就能在空中划出小锋刃 在调酒师的婴儿肥上 掠出一道血痕 啪 狼庄青年 像扇蚊子一样 往上一扇 徒手打散了还未成形的小锋刃 他转过头盯着蝴蝶面具 和黑虎面具 沉吟道 想通过闹事这种方法 来将剑机机出来 金面具有些惊讶 蓝师乐虽然憨厚善良 但在面对别人恶意式思维 却极为敏捷 怪不得有传言星辰伯爵 想将身为三子的他 提拔为继承人 黑虎面具默默无言 蝴蝶面具说道 只是想让那个B站的懦夫 放弃不属于他的荣誉 星空下第一剑术师 骤然听上去 这个称号 好像也太嚣张了 而且 上面还有传奇术师 圣誉术师用这个称号 不是打脸吗 然而这个称号 其实是专门为 刘兴杰冠军准备 要求是刘兴杰冠军 剑术师 并且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 三点中 最后一点 其实是最难的 像地迷 就已经获得过一次刘兴杰冠军 但他公爵 长子的身份 注定民众 对他的嫉妒和崇拜 是同等分量 是理所当然 拿不到是他丢人 然而索尼亚却不一样 他的农业镇村姑出身 反而成为他人气爆棚的关键因素 有什么比草根逆袭 更能勾引大众共鸣呢 再加上如此传奇的经历 民众们可不在乎圣誉 传奇之间的巨大差距 直接将星空下 第一剑术师的荣誉套上去 再加上娱乐媒体推波助澜 索尼亚的名气 都快利压十大剑胜 或许传奇术师不在意 但很多剑术师却难以接受 特别是看穿索尼亚底戏的圣誉们 剑姬的剑术境界 根本没有圣誉级 甚至还没触摸到黄金级的天花板 蝴蝶面具冷冷说道 若不是 地迷前面根本没认真起来 剑姬他早就输了 金面具 笑道 也不需要这样美化地迷 剑姬那些原创奇迹 还是很难缠的 地迷前面 与其说是没认真 不如说是在搜集情报 蝴蝶面具 又说道 剑姬这些日子里 拒绝了所有圣誉约战 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到了摇比空域 实力不足的他 反而更难从虚境探索里获益 一旦跟其他圣誉交锋 大家就会很容易发现 他是多么名不符实 调酒师不服气说道 那是约战的人不要脸 剑姬才升上圣誉没几天 怎么可能答应跟那些待在 圣誉几年十几年的老牌强者切磋 这不是找孽吗 那双区刀雅达斯呢 提到这个名字 就连调酒师也闭上了嘴 因为双区刀雅达斯 也是这些日子晋升的新圣誉 雅达斯是深渊冒险者 刘兴杰举办的时候 他的队伍在深渊物中陷阱 落入底层 受困半个月 被逼到绝境时 进阶圣誉 进入摇比空域后 只进行一次 风花雪月同调禁仪 就学会构筑圣誉 然后带领队友 硬生生从深渊底层杀回地面 但那时候 迦勒士仍沉浸在 剑基带来的巨大震撼中 雅达斯的辉煌成就 在这份星光下 也变得黯然失色 要知道 雅达斯现在 也不过是27岁 他虽然不是出身农业症 但也只是小城市普通居民 资源远远比不上地迷 这个年龄这份天赋 绝对算得上繁星天交 因此 在圣誉门 只是约索尼亚 进行友好交流的时候 雅达斯直接发出战斗邀请 欲与剑基奋出胜负高低 然而索尼亚 拒绝了所有交流 一直留在学校里 修炼学习 拒绝次数多了 自然就有剑基图有其表 剑基耗尽潜力 只不胜誉 花瓶剑圣之类的传言 他们在八台争论的时候 附近也为了不少人 有人支持剑基 也有人讽刺剑基 随着声望剑长 声音甚至压过了台上的歌声 舞池里的学生们 也好奇地看向那边 剑基忙着巩固 实力 不答应约战理所当然 那些老牌剑誉 只不过是想打压剑基 哦 那为什么他不答应 跟雅达斯交锋 如果剑基真的有这么天才 刚晋升圣域没几天的 雅达斯怎么可能是他的敌手 其实 如果跟地迷再战一场 那剑基恐怕是打不过的 毕竟地迷已经知道了 他的底牌 笑话 隐藏底牌 本就是战术之一 你怎么不让地迷将 转灭波动 隐藏到最后一刻 打剑基一个措手不及 双驱刀雅达斯 有十年的深渊经历 斩杀魔物无数 战斗经验无比丰富 剑基至少现在是 打不过雅达斯 不仅是现在 未来也打不过 蝴蝶面具大声说道 剑基的剑术派系 根本没有剩余境界 他太弱了 还想探索摇比空域 他有这个能力吗 逃掉的课终究要补上 哪怕剑基能靠作弊 提前进入摇比空域 但他也得慢慢 将剑术境界提升上去 但他真的有这个天赋吗 忽然有人问道 你怎么肯定剑基的剑术 没有剩余境界 这时候 看出别人剑术的境界 高低 人群脸 好几位准备一涌而上 殴打这两位恶客的热血学生 听到这番话 顿时像是一盆冷水 到头上 围观群众里 也有不少人发现 黑虎面具腰上 配着两柄驱刀 外表一点都不华丽 风尘古朴 显然不是什么装饰品 场面忽然安静下来 空龄的歌声 再次占据夜幕 这时候 金面具忽然问道 双驱刀挑战剑基不成 那下一个对象 恐怕就是 自然要领教 福斯洛达的波动剑术 黑虎面具话不多 但语气 却比言语毒辣的蝴蝶面具 更加凌厉 我今晚只是来放松的 不过 你看来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 金面具叹了口气站起来 忽然从 旁边一位模仿剑基的 九红发少女 腰间抽出一笔装饰剑 轻弹剑身 美丽的小姐 这把剑 暂时借我一会 等一下 还你一场胜利 可以吗 九红发少女受宠落惊 当然可以 但这不是什么好剑 不 我立刻帮你借一把 不用 这把就够了 金面具笑了笑 跟黑虎面具走到舞池中间 其他学生自觉为他们让出空地 好些二艺术师已经飞起来 在空中观战 哪怕是不知情的人 也迅速明白 场上那两人到底是谁 假面舞会忽然变成剑斗场 但没有人敢有意见 唯有主舞台的蒙面 歌机仍在全心全意地唱歌 我的七彩树立比你多 我全力以赴 对你不利 而且 这里也不是交战场地 我们就别用树林圣域了 金面具说道 只比剑术 黑虎面具点头 抽出双驱刀 奋出高低 两人对视一眼 经过短暂的沉寂 便如同两刀幻影碰撞到一起 哪怕不用树林 他们的身体素质也是顶尖水准 当 剧烈震荡从刀身传递到黑虎面具的手腕 一路蔓延到内脏 甚至是脑下垂体 福斯洛达的波动剑术 就算没有树林 剑术本身也是顶尖战斗技巧 在圣域境界的加持下 波动剑术光是通过接触 就能对敌人发出震荡波动 然而 我在深渊里也不是白过的 黑虎面具双驱刀纷乱舞动 如同海浪脚弄粘合 敌人的长剑 金面具数次想拉开距离抽身离开 但长剑就像是被海水粘住一样 它无法控制自己的剑路 仿佛要被海浪吞噬殆尽 哪怕它主动后退 黑虎面具也会如同踏浪般追过来 动如舞 刀如浪 四龙卷风暴 仿漩涡乱流 这就是双驱刀雅达斯自创的战斗技艺 海浪刀舞 它的核心树林是波浪刀 经过数年的研修积累 它以波浪刀为起点 发展出一整套战斗体系 同时 这套战斗体系又反映到它的剑术境界 因此 金面具说 比拼剑术境界 它一点都没怕过 祖传的波动剑术固然强大 但那毕竟是先祖的 它的海浪刀舞 虽然是人未完善的草创阶段 但却是最适合自己的 两人一上来就是激烈交锋 剑民之音不绝于耳 围观学生看得眼花缭乱 剑术师如饥似渴的汲取营养 其他派系术师也不敢眨眼 生怕错过精彩瞬间 这可是两位剑术师 只比拼术法境界的罕见交锋啊 难道连地迷都比不过雅达斯 怎么可能 地迷要是用转灭波动 雅达斯肯定会被砍死 但不仅是雅达斯 我们这些围观的 也会被转灭掉 但光论剑术境界 地迷好像还真不如雅达斯 唉 就在众人讨论的时候 金面具忽然改变了打法 不再是防御剑士 而是主动跟随黑虎面具的双驱刀士 跟着后者一起舞动 很快 金面具就从左直右出的烈士 变成你来我往的军事 甚至能隐隐占据一点上风 要翻盘了 地迷适应了雅达斯的风格 雅达斯赢不了 但雅达斯没输 地迷仍然逃不出他的双驱刀 他们明明没用树灵 怎么打得比用了树灵还要猛烈 这就是剑胜风姿吗 怪不得色違不敢应战 确实是差距太大了 围观学生赞叹不已的时候 却不知道战圈两人已经停不下手了 海浪刀武的本质 制造漩涡绞杀敌人 在金面具主动冲入漩涡顺势而动的时候 就意味着漩涡速度会越来越快 直至两人都无法控制 必须要有人重伤才能结束 虽然他们也可以用树灵或者圣域 来脱离这个剑士漩涡 但那无异于主动认输 他们两人陷入死亡之舞的时候 主舞台的蒙面歌姬唱出最后一个音符 伴随着乐队的伴奏 余音鸟鸟潜入夜空 台下只有八台的调酒师和两位女学生在鼓掌 然后调酒师从八台下面拿出一个剑带 从外围一路小跑过去 跟给主舞台上的蒙面歌姬 蒙面歌姬点头道谢 从剑带拿出木剑 跳下台 笔直走向已经难以脱身的两人 唉 那里很危险啊 那可是两个剑术剩余在交战 他这是想劝架 他傻了吗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 等等 他手里拿着一把木剑 居然还拿木剑 他们两个可都是真剑 木剑 这时候 金面具和黑虎面具也发现 这位主动靠近他们的蒙面 歌姬 只是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保护他的余力 只能用视线警告他赶紧离开 然后 他们看见了三道弧光 当 当 当 随着三道清脆的响声 双驱刀和装饰剑都高高飞起 然后啪的一声落到地上 金面具和黑虎面具 因为受到来自蒙面歌姬的冲击力 趁机摆脱漩 金仪不定地看着这位实力 不逊色于他们的女剑圣 没有人比他们更明白 想从刚才那个漩涡状态分开他们 却不伤害 他们到底有多难 不仅需要圣域境界的剑术 还需要洞悉他们拨动剑术 和海浪刀武的所有缝隙与破绽 今晚假面舞会 由我负责安保 蒙面歌姬抬起木剑 极其快速地 将金面具和黑虎面具 各敲一下脑袋 你们想打就出去打 他们都下意识为他让开路 他拿起吧台的一杯鸡尾酒喝了一口 但下一秒就喷到旁边调酒师一脸 就算再难喝 也不至于喷我一脸吧 对不起 我实在是没料到 能从鸡尾酒里喝出所谓 你要不尝试攻读一下读书派系 众人愣愣看着他们离开舞会现场 不少人脸色通红 恨不得钻进地底里躲起来 他们刚才还在叫嚣 剑机实力远不如地迷和亚达斯 但下一秒 剑机就一个人压服两名剑圣 你敢干扰两名剑圣的交锋吗 你能击飞剑圣手里的剑吗 你能敲一下剑圣的脑袋 而后者还反应不过来吗 这一刻 那些花瓶剑圣 剑机竟结不到圣誉的传言 全都不攻自破 狼庄青年难难道 这也太帅了吧 金面具摘下面具 露出金发阳光的英俊脸庞 说道 只是过去一个多月 他居然已经赶上来 甚至可能超越我了 如果再打一次流星节 我也没把握 能赢 黑虎面具摘下面具 露出冷淡坚毅的脸容 他左脸有三刀刀疤 就像是被猫抓了一样 就是他 还能是谁 地迷说道 你 还要挑战他吗 雅达斯摇头 不 我要回去了 回去哪 深渊 双驱 刀头也不回得离开 我会超越你们的 卸下舞台服后 索尼亚打算去训练场 再练一会儿 然而 路上却看见一辆 正在等待的银色高级轿车 你又来了呀 深找找俱乐部部长 笑道 你不如去假面舞会 看看 你哥在那里打架呢 车里的菲利克斯 似乎屏蔽了 关于地迷的消息 静止说道 见机 我们能帮你 索尼亚果断拒绝 我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是吗 菲利克斯悠悠说道 真可惜 我听说你最近在研究 如何穿越国度 还以为能在这方面帮助你